Hello Good Morning 大早上好 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 我是Gi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去探导 目前的这个大牌以及几个个股的情况 那么指数呢目前短期已经进入到创买阶段 那么如何去防范这个短期的一个风险呢 那么第二个呢是几个热点的个股 TSM、Costco 然后的话这个QS、直立德科学以及NNDM 这几只股票目前呀纷纷拐头开始向上 有的可能是反弹 有的可能是已经进入到中期上涨 那这种情况下这几个股票是 现在是很好的进场抄底的时机吗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详细来给大家去探讨一下 首先呢在课程开始之前先做一个课程声明 本课程呢主要是针对红利软件 以及红利特色功能的讲解 帮助红利会员以及想要加入红利的股民朋友 能够了解更多的红利软件的操作方法 进而能够更好的进行科学理性的股票投资 在课程中我们引用的任何股票 都是为课程讲解需要 而不是以推荐为目的的 投资者应该意识到市场交易存在风险 红利公司对于客户依据软件提供的信息 做出的决定不负任何的责任 好吧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的情况 首先我现在打开是SPX标普500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主要讲指数的话 就只看标普500 其他的道指和纳指呢 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 可以去参加我们周六的这个公开课 上面呢会有更加详细的讲解 好吧 我们今天这里呢是简单从这个日线的一个角度 来给大家去讲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首先呢看的是标普500的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指标叫做趋势王 这个指标是什么 怎么看啊 之前的话如果有 有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频道的话 应该对这个指标不陌生啊 它有两种不同颜色的这个线 也就是这个粗的线 那么紫色代表是中期上升 绿色方向向下代表中期下降 然后的话 红色柱子代表短期上升 绿色柱子则代表短期下降 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虚线 是买卖辅助线 因此呢 如果在紫色线方向朝上的情况下 如果绿色柱子变成红色 则说明中期上升短期回调结束 短期上涨开始 则可以作为短期买点 而红色柱子变成绿色 则告诉我们短期回调再次开始 这种情况下 就我们为了回避短期的这个回调 就可以作为短期的一个卖点 那么如果 但是趋势的话 往往是从短期 然后到中期 然后再到长期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是短期的红色柱子 上穿紫色线 说明短期趋势 带动中期趋势一起向上 作为中期买点 一路紫色线 则可以一路中期持股 那么什么时候 绿色柱子下穿的绿色线 则可以作为中期卖点 因为短期带动中期趋势一起向下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标股500 目前的一个情况 从一个窗口上来看的话 很明显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 紫色线方向朝上 中期上升 红色柱子短期上升 所以整体来说 目前是短期 中期都是上升趋势 短期中期 目前都是可以继续持股的 首先这个是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 第二个呢 但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呢 叫做动态筹码 它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目前的这个股票 现在是不是进入到超买 或者超卖的一个阶段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指标的话 怎么看呢 它呢 有三种颜色构成 这个紫色呢 代表是超卖 也就oversold 然后的话 黄色代表正常 红色则代表超买的状态 那么超卖的话 也就说明股价 短时间内跌幅过坏 市场随时可能会出现反弹 那么紫色代表超卖的这个状态 一旦由紫色变成黄色 那么说明超卖 从这一根K线 变成黄色的这根K线 开始向上反弹 那么这种情况下 紫色变黄色 则其实可以作为 我们短期反弹的这个买点 那么这种 那么红色呢 红色说明已经进入到超买的状态 短时间之内 股价涨不过快 市场随时可能出现回调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红色的动态 变成黄色 则是告诉我们回调 从这根 变黄色的这一天开始 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可以作为 短期的一个卖点的 告诉我们要释放风险 对不对 那么这种状况下的话 因此我们只要有这个指标的话 就可以知道 超买和超卖的区域 那就不会买在高点 也不会卖在低点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目前的这个 这个标普的几个情况 我把这个趋势网去掉 可以看出来 股价呢 目前来说 虽然短期趋势还是上升的 但是短期已经进入到 这个超买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 目前的市场的话 短期随时可能会出现 向下出现这个回调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话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往上涨呢 涨到这一段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进入超买了 一旦红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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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好几天的红色 超买好几天之后呢 一旦红色 动态筹码变成黄色 那么是不是短期 就到了一个释放风险的时候 就进入到了一波 短期回调的这个阶段吧 那目前来说 还是在红色的这个阶段 但是红色 什么时候变成黄色 在它真正释放风险的时候 就像前面一样的 连续好几 它可能连续好几天 甚至一两个星期 都是红色 变成黄色的时候 才是刚刚开始 释放风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前面 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是变红了 红面变黄 是不是就开始 释放风险了 所以进入了一波 比较大幅多的回调 那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说 现在已经进入到 超买的这个阶段 那目前短线的话 我们肯定就知道 市场已经存在了一些风险 但是暂时还没进入到 这个回调的这个状态 还没有开始释放风险 所以呢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短线我们如果有股票的话 是要小心持股的 一旦红色的动态虫码变成黄色 那风险的释放就开始了 这种情况下 趋势的话 那那个时候 肯定也会有红色的动态虫码 有红色的这个趋势码 会变成绿色 这种情况下 进入一波短期回调的过程中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去关注的这个短期的 这个大盘的一个状况 那么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 明确的释放风险的阶段 所以呢 目前来说 就短期和中期 依然可以继续持股 只是短期持股要小心一点 中期的话 目前方向是朝上的 问题不大 好吧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手上 没有股票 现在想买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就尽量不要选择 和大盘一样 已经进入到超买 这个阶段的这个个股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的话 大盘就已经进入超买 就告诉我们 随时可能会回调 你这种情况下 在人家已经进入超买的阶段 然后你进场呢 就可能随时短期一买进去 就被套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想要进场 就尽量选择一些 就是说刚刚回调结束 然后刚开始往上走的那种 当然同时 一定要设好止损位 因为大盘已经告诉我们 随时可能会发生回调了 这种情况下 一旦大盘回调 个股或许也会跟着回调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避免短期被套的话 那肯定要设好相应的这个止损 好吧 这个是大盘的这个情况 但总体来说还是 就是整体来说 目前来说 还没有发生调整的这个阶段 那目前如果我们想要 去看一些个股呢 这些个股的情况 是不是我们依然可以去进行操作呢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去看一些个股的状况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TSM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 这个几个个股 TSM的话 这个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话 我们先把图形缩小 它上市之后的话 整个方向是持续往上运行的 这个我不用多说 对吧 然后的话 每次经历一波中期回调 都是不错的 这个中期入场的时机 那目前来说的话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点一下网 八大天网趋势网 可以看出来的是这个趋势网上面显示的是 这个中期的话 是这个中期是由红色柱子上穿紫色线的 所以是中期 目前来说短期 带动中期一起向上的时候 所以可以作为 其实目前来看 是一个中期买点来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短期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进入到超买的一个阶段了 也就是说股价 目前来说 短时间 短期的话 是有存在回调的这个风险和大盘一样 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等待是什么呢 如果说它短期的话 继续往上运行 然后呢 等它短期回调完了之后 你再进场呢 或许那个时候的这个价位 可能会更低一点 当然啊 它股价也有可能不回调 然后继续往上涨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它如果是下来回调 第一个目标的这个支撑位 就把前期的这个缺口给补了 补完了缺口之后呢 如果说短期风险也释放完了之后 继续上行呢 这个时候其实会更安全一点 当然也有可能不补缺口 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如果说在最近想要进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根K线 就是把这根K线的一个 作为我们的一个持股标准 那么股价呢 如果说选择向下跌破 那么就肯定要补缺口 那我们就可以先出局 如果选择不跌破 在这区间里面横盘 甚至突破这个区间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继续往上运行了 好吧 那么从资金的角度 我们来验证一下整体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 第三个窗口呢 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六彩神龙 红色注子代表是获利庄稼的筹码 绿色代表被套牢散户的筹码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筹码在黄色的手里头 也就是说大部分筹码在 油资的手里头 所以呢 目前股价接下来可能持续 震荡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因此呢 就是说股价有可能会在这阶段里面横盘一下 但是只要横盘 不去补这个缺口 问题是不大的 但如果补这个缺口的话 我们就重点可以关注缺口的这个支撑位了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TSM这个情况 然后获利庄家的筹码呢 其实也在增多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只要短期的这个风险得到了释放 那么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做一波这个中期啊 包括说短期的一个操作进场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 好吧 当然前提啊 如果下来回调 它不能跌破了这个 这个缺口之后 继续往下跌 然后甚至跌破前期低点 那整个趋势肯定是再次走弱的 因为高点高点再继续创新低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肯定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就肯定不进场了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说 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要进场 比如说因为它今天出了中期 今期四的时候出了中期买点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进场的话 那就把这根K线的最低价做我们的止损标准了 好吧 那么这个是属于TSM这个股票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Costco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Costco的一个情况 Costco的话上市之后 整个方向也是持续向上走的 整体问题也是不大的 对不对 然后美金利一波中期的回调 都是一波不错的中期入场的时机 那我们现在来看 前期的话股价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看一路上场 但是它赚了钱的庄家筹码却一路都在减少 股价横盘 但赚钱的这个庄家筹码持续减少 那么说明庄家出货了 对不对 那一旦庄家出货了 那股价的话 是不是就顺其自然的往下跌了 但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跌到这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短期呢 带动中期 就是一起往上走了 上一次我们也有做过这个个股的解析 上一次还在这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也是刚刚突破 由红色柱子上穿紫色线 出现中期买点的时候出现的 然后这租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股价一路上涨 然后呢 获利庄家的筹码出现并增加 然后现在呢 是已经上去到这个红色 这个紫色线的上方 说明中期和中期短期 现在都是上升趋势 但是的话 就是说走到这个位置呢 短期上涨的这个柱子 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当它短期上涨柱子 越来越薄的时候 它就容易发生短期回调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目前来说Costco呢 也会也有一些 短期回调的这个风险 但是呢 暂时还没有变成这个绿色 所以短期回调还没有开始 只能说短期 如果我们有的话 可以继续持股 如果真的发生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呢 只要不跌漏这个紫色线 依然调整完了之后 绿色柱子再次变红 依然是这个 在这个紫色线的上方 那么正常来说的话 你那个时候再进场 如果说前面这儿买了一点 然后到这个位置 由绿色柱子再变红的时候 可以选择加仓一些 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短期回调结束 短期继续上涨 好吧 那么如果我们当时没买的话 那等它绿色柱子变红色的时候呢 也可以选择着 适当性的再可以进场一些 都是OK的 这个是属于Costco的一个情况 但短期目前来说 人家已经告诉你 短期上涨动能不足了 所以现在进场呢 就有可能会短期 买进去就被套的这个风险了 因为这个目前来说 这个短期上涨不动 动能不足 随时可能会回调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有可能继续往上涨的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只能说去遵循这个 根据目前的一个情况 去做最有把握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是Costco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的是 下一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 是这个 我们来看啊 下一个是这个QS 对吧 QS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QS的情况 打开QS QS的话 上市之后呢 整体方向先上涨 然后呢 从这一波就持续往下跌 然后目前呢 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是横盘震荡的 但是横盘震荡的话 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上涨 你看 是不是整个趋势 自绿色先发下朝下 然后的话 是变成红色柱子 所以的话 是短期的这个 中期下降趋势中的 短期反弹 所以因此呢 目前来说 整体趋势还没有走好 这一波的反弹 这一波的这个反弹呢 是因为前期动态筹码 变成紫色了 超卖了 超卖一旦变成正常的话 我们可以看 从这根K线变成正常 那股价进入到了 一波反弹的过程中 前期在这个 前期的这个低点的时候 是不是也超卖了 超卖变正常 是不是就反弹了 所以的话 目前来说 是从这个底部阶段 再向上反弹的这个过程 然后目前呢 是反弹到前期高 就是下一个目标的 这个压力位呢 我们先 就说重点来说的话 我们会关注一下 前期高点的这个区间 这个位置呢 大体的一个价格呢 是65块钱左右 但是目前呢 股价在反弹过程中 反弹到了这个大阴线的 就是前期这个 大阴线一半左右的 这个价位 这个位置呢 对于股价来说 肯定也会有一定的 这个压力 这位置大体的一个价格 就53块1毛1左右的 这个位置啊 所以目前这个是 这个QS的情况 那大部分的筹码呢 也在被套牢的 这个散户的手里头 因此呢 这个此番只是短期反弹 那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什么时候 这个QS可以比较大幅度的 去进行参与呢 就是说 那它可能会有一波 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行情呢 什么时候等它突破了 整个横盘平台 这个时候再起呢 一波比较大幅度的 这个行情的概率 才会增加 所以整体来说 现在还在这个阶段里面 横盘震荡 现在操作的话 最好呢 先是以短期的这个高抛低吸 去进行操作 如果打到前期高点 就上不去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先出来 什么时候它突破 整个横盘平台 再形成 就是说 上面这个下面呢 有大部分筹码 在获利庄家的手里头的时候 我们再选择 就是说 去加仓 或者说 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仓位进场 都会更安全一些 好吧 那么这个是属于 QS这个股票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 我们现在还没买 那我现在要买这个股票 会怎么办呢 其实它真正的买点 你看是由动态成 紫色变成黄色 是在这根K线的时候 经常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但是呢 现在已经反弹上去了 距离这个前几个 如果说从这个位置 往上走的话 这个是它的一个空间 上涨式空间的话 那么往下跌 这个是下跌亏损的空间的话 其实整体来说 因为现在刚好是差不多 一半左右的价位 是差不多的 因此在这个阶段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值得了 因为以相同的这个亏损 去拨相同的利润 这个就确实不 就是说会有点 觉得不划算 当然我个人的标准是 如果说我 比如说我用两块钱的亏损 去拨四块钱 或者五块钱的利润 那我肯定是愿意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个是QS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不是说 它就一定不能起来了 也许后面 它不需要补 下面的这个缺口 就直接起来了 这也是有这个概率的 但是就是说 这个具体的一个抉择 就肯定您自己做了 这个选择了 那如果是短线去参与的话 我个人觉得 如果它选择的是 要你 你现在要进场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它如果补 你的止损位就在这个缺口这 它如果补完 缺口继续往下跌 你可能就要止损走了 但是如果说 它没有选择补这个缺口 继续往上涨 你就可以 就可以先看到前期高点 好吧 这是QS这个股票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吉利德科学 吉利德科学的话 是我周六 我上周六的时候去讲 这个 讲课的时候 去讲到的一个股票 它呢也是一样 你看 它上市之后 整个方向呢 也是持续往上运行的 然后的话 目前来说呢 是经历了一波 比较长时间的中期回调 调到现在来说的话 你看 基本上 被套牢的散户 在股价的下跌的过程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在这儿 是一步一步 都在往下跌的 然后的话 再到横盘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股价 从这个位置 被套牢散户筹码是最多的 随着股价继续下跌 它被了散户 被套牢程度就越来越小 是不是只有一种可能 不可能是解套了 只有一种可能 就被再下跌的过程中 被套牢散户卖掉了 它卖掉了筹码之后 当这个 它卖掉筹码之后 那么基本上 主力拿到足够多的筹码 所以你看 主力就开始进行拉伸 那么此番拉伸完了之后 下来洗盘 洗盘盘之后继续拉伸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整个已经走出来 底部阶段了 那现在来说的话 大部分筹码 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黄色 油资和红色 获利庄家的手里头 所以这个股票 接下来可能 持续上行的 震荡上行的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那此番的话 回调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紫色线朝上 中期上升 红色柱子 短期也是上升的 整体来说 趋势是往上走的 所以因此呢 对于这个股票来说的话 我们要进场的 比较明智一点的做法 就是红色柱子变成绿色 再变红色的时候 短期回调结束 短期上涨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 食堂去进场 好吧 那么这个是关于 吉利特科学 这个股票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有呢 有的话 短期和中期 都是继续持股的 那现在进场可以吗 现在进场 当然不说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相对来说 等到这个绿色柱子 变红色刚进场的话 相对来说 你一买进去 就涨的 这个概率会更大一点 但是你现在进场的话 你有可能 可能会面临 短期回调 背套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走 但总体来说 中期风险 现在暂时看来是不大的 好吧 这个是吉利特科学的 一个情况 除此之外呢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 就是说那个 NNDM 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个股票 因为前期涨得很好 但是呢 基本上后面 调完了 后面呢 经历了一波中期 回调跌落了 它关键的支撑位之后呢 中期整个趋势就走弱了 那现在它后面 还能不能再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NNDM上市之后 整个方向 其实是往下走的 然后从这个 2020年的之后呢 开始形成了一波 持续的上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看它目前来说 是绿色显中期下降 然后呢 这个红色柱子 短期上升 所以呢 其实目前的话 现在只是一个 中期下降趋势中的 短期反弹而已 所以在目前的 这一波的情况下呢 大家不要过度的去 看好它 因此如果说 NNDM这个股票 你现在有的话 短期反弹 如果反弹到高点过不去 红色柱子再变绿色 那么短期可能就是 我们选择要 短期出局的时候了 那么如果说 这个股票 我还没 我这个时候 我没有 我不买 我不卖呢 不卖的话 那基本上 它反弹完了之后 可能继续往下跌 继续创新低 什么时候见底 这个就不知道了 现在被套红色的 获利庄家筹码很少 然后的话 大部分筹码 在被套了散户的手里头 所以目前来说 一时半会儿 如果形成底部的这个概率 现在看起来 还不算是特别大 那目前来说的话 只是在进行一波 短期反弹 所以的话 如果是我自己操作 我手上持有的话 我肯定选择 它短期反弹 反弹到高点不过的话 那我们肯定就选择 反弹 先适当的减减仓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说 如果它继续 那如果说 这个股票的话 我没买 现在想进场可以吗 如果现在想进场的话 就只能做反弹 这个超跌反弹的这种操作 但是反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反弹幅度很弱 这个下 虽然是红色柱子 但红色柱子 你看力度很弱 柱子很薄 说明空方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现在多方力量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此番如果去反弹的话 你要去做这波超跌反弹 一定要把前期的 这波回调的低点 作为你的止损位 那么也就是说 回调只要跌破前期 这个收 这根K线 这波回调最低的 这根K线的收盘 然后你就可以直损走了 也就是差不多8块2毛钱左右 好吧 那目前来说 还在反弹过程中 反弹 接下来反弹 如果继续向上反弹的话 第一个目标位 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彩虹线 所在的这个位置 大体的一个价格 是差不多10块5毛钱左右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关注的 但是具体是不是 能到这个位置 这还真不一定 好吧 那么这个是属于NNDM的 一个情况 因此如果说 现在手上没有股票 这么多好股票 我个人的话 如果我没有股票 我选择这个股票的概率 会比较小 为什么呢 我更加愿意选择 是整个方向已经走好了 短期回调结束的那种 至少一买进去 大概率就会往上走 而现在呢 它虽然在短期反弹 但是反弹力度 现在又不强 也不知道 所以往上走 说实话 继续往上走 能走到哪 我个人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把握 所以这个是属于 NNDM这个股票的 一个整体的情况 当然如果从这个位置 就涨上去了 它再次上穿绿色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整个短期中期 一起走好的话 那那个时候再去进场呢 或许会更安全一点 当然就是 当然那个时候 肯定的成本价 也会比现在更高一些 好吧 这个就是目前来说 今天的这个 这几个股票的一个讲解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说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股票的话 就是 就基本上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还有更多的一些疑问的话 欢迎报名我们本周六 晚上的这个 七点钟的这个 Homelichard的股票公开课 是直播课 Zoom直播 然后的话 这个课程呢 是 本周六的课程的主题是 四月美股行情展望 然后的话 主要内容呢 是第一个会对于 美股指数进行深度解析 三个指数都会进行详细解析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关于这个 四月美股行情的一个布局 然后的话是 最后呢 会给大家去讲一个战法 看对多空 财准节拍怎么去 财准个股的节拍 能让我们呢 这个在低点的 底部区域买入 在个顶部区域把它卖出去 好吧 那么 如果想要报名此番 我们课程 也就四月三号 我们本周六的这个课程的话 欢迎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进行获取课程链接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课程的 一个主要内容了 如果对于软件 或者说 还有别的个股 也想要红利软件分析一下 或者说 想要报名我们的课程 都欢迎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讲解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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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